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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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查 《旧约圣经》小先知书的哈巴谷书 在这一课的前三集 我们查了哈巴谷先知 向神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南国犹大的老百姓 不停犯罪 但神就好像莫不关心 完全不理会 对这个问题 耶和华神给哈巴谷的答案就是 他会透过加勒底人去惩罚犹大国 哈巴谷先知不明白 神为什么要找那些既冷酷又残忍的加勒底人 去处罚犹大国 所以他向神提出第二个问题 而第二个问题 就记载在哈巴谷书的一章十二到十七节 我们先看十二和十三节 哈巴谷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 耶和华我的神 我的圣者哦 你不是从耿鼓而有吗 我们必不致死 耶和华哦 你派定他为要凝罚人 盘舌哦 你设立他为要情治人 你眼目清洁 你不看邪癖 不看奸恶 行鬼诈的 你为何看着不理呢 恶人贪灭给自己公义的 你为何静默不语呢 哈巴谷先知说了很多东西 其实他只不过是想带出一个问题 就是神为什么要用这么邪恶的加勒底人去管教犹大国 似乎他没有直接说出来 而是在那里兜了个大圈 不过这个做法就突显出他对神有很清楚的认识 子山你有没有留意哈巴谷是怎样称呼神的 他称呼神做耶和华 我的神 我的圣者 还有就是盘舌 每一个称呼都突显出神在某一方面的属性 例如他提到耶和华 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呢 最初神在西乃山夫召摩西的时候 亲自将这个名称给他知 神也都说出这个称呼的意思是 自有永有 所以在旧约时代 当以色列人提起耶和华的时候 就表示他们承认 耶和华就是那位自有永有 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和哈巴谷先知所说 神从耿鼓而有 意思很接近 接着来 哈巴谷称耶和华是我的神 表示他在神的管理底下 并且承认神在他身上有完全的主权 我相信哈巴谷先知 打算完全听神的命令 不过他要搞清楚神的心意 以免会错意做错事 那就不好了 我的圣者这个称呼表示 他认识到耶和华是圣洁的神 耶和华不容许任何的罪恶和污慰存在 所以哈巴谷先知求问神 为什么容许犹大国继续犯罪 为什么容许那些更邪恶的加勒底人 去帮他惩罚人 我相信哈巴谷先知是认为 这些不像一位圣洁的神所做的事 至于盘石 这个称呼很特别 在巴勒斯坦一带 很容易会见到盘石 他给人有一种既坚固又可靠的感觉 哈巴谷先知深信 神是可以倚靠的盘石 根本就不需要用加勒底人 去惩罚犹大国 哈巴谷先知还提出 我们必不致死 以表示他对神的保守是非常有把握 哈巴谷认识的神是信实的 所以他应该有这个把握 耶和华曾经与以色列人的祖先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纳约 要将加勒底永远赐给他们的后代作为产业 所以哈巴谷认为 神会守这个诺言 不会被那些强悍的敌人毁灭他们 总而言之 哈巴谷先知根据自己对神的认识 亦都根据犹大人是神的指民这个事实 希望神会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我说得对不对呢? 我相信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由哈巴谷的表现 我们看到代土或者代求的人应该具备的条件 他必须要对双方都有清楚的认识 哈巴谷先知一方面知道神喜欢什么、恨护什么 而另一方面 他也知道自己的同胞如何得罪神 有这个看见的人才有资格为人家代求 换一句说话来说 代土或者代求的人 必须要对神和对人都关心了 这个也是真正先知应该有的特质 一个真正的先知 他认识神也都关心人 好,我们继续查下去 先知跟着用象征性的手法 去描写加勒底人 如何对付其他国家的指民 我们一起看哈巴谷书的一章 十四到第十七节 哈巴谷书一章十四到十七节 你为何使人与海中的鱼 又如没有管轄的扒物呢? 他用勾勾住 用网布获 用拉网聚集他们 因此他欢喜快乐 就向网献祭 向网烧香 因他由此得肥美的份 和富裕的食物 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 将列国的人事上杀络 毫不顾惜呢? 在这里 哈巴谷先知用鱼和扒虫 去形容给加勒底 即是给巴比伦侵略的人 先知将巴比伦王 更加将自己的武力 当作神一样拜 大大得罪耶和华 哈巴谷形容他们向 虞网、献祭和萧香 巴比伦只不过是神手上的一件工具 神给他们有权势 不过他们就不懂得将荣耀归给神 反而炎耀自己的军力 当然是得罪神啦 考古学家在米索波大米 发现一些浮雕 上面刻着巴比伦王 用手拿着钓鱼的线 而在浮雕的下面 就刻着他用个余勾 勾着战败国的君王 这些都是非常残暴行为的缩影 我还记得在这些浮雕里面 巴比伦王将自己刻得很大 而其他国家的君王就很小 完全都不成正比 由此可见 巴比伦人是多么自高自大 其中一块浮雕 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它上面刻着巴比伦人用鱼网 网着一批俘虏 我发现哈巴谷先知 不单止认识神 他也认识自己和同胞 甚至他的仇敌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在旧约时代 神的子民之所以会失败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他们不专心去寻求 和认识耶和华 所以他们不敬畏神 第二 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所以不肯认罪悔改 而第三 他们不认识囚敌 跟他们去拜偶像 结果就被囚敌消灭 我好同意你的说法 神指民失败的原因 真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监的 我们真是很需要对神 对自己 对魔鬼囚敌 有正确的认识 好 今集我们就停在这里 求神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 在结束之前 或者我们用诗篇的139篇 21至到第24节的经文 作为我们的祷告 好啊 我们一起来祈祷 耶和话哦 恨护你的 我岂不恨护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争厌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护他们 以他们为囚敌 神啊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思念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阿云 阿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